使徒行传第十三章 在安提阿的教会中 有几位先知和教师 就是巴拿巴和称呼尼杰的西面 古利奈人陆球 与分封之王西律同样的玛念 并扫罗 他们侍奉主 进食的时候 圣灵说 要为我分派巴拿巴和扫罗 去做我照他们所做的功 于是进食祷告 按手在他们头上 就打发他们去了 他们既被圣灵差遣 就下到西流基 从那里坐船 往塞浦路斯去 到了撒拉米 就在犹太人各会堂里传讲神的道 也有约翰做他们的帮手 经过全岛 在那里遇见一个有法术 假冲先知的犹太人 名叫巴耶稣 这人 这人常和方博 士求保罗 同在 士求保罗是个通达人 他请了巴拿巴和扫罗来 要听神的道 只是那行法术的 以驴马 这名翻出来就是刑法术的意思 抵挡使徒 要叫方博 不信真道 扫罗又名保罗 被圣灵充满 定睛看他 说 你这充满各样 诡诈戒恶 魔鬼的儿子 众善的仇敌 你混乱主的正道 还不止住吗 现在主的手 夹在你身上 你要瞎眼 暂且不见日光 他的眼睛立刻昏蒙黑暗 赐下里求人 拉着手领他 方博看见所做的事 很稀奇主的道 就信了 保罗和他的同仁 从帕弗开船 来到庞菲利亚的别家 约翰就离开他们 回耶路撒冷去 他们离了别家往前行 来到比西里的安提阿 在安息日进会堂坐下 读完了律法和先知的书 管会堂的叫人过去 对他们说 二位兄弟 若有什么劝勉众人的话 请说 保罗就站起来 举手说 以色列人 和一切敬畏神的人 请听 这以色列民的神 拣选了我们的祖宗 当民寄居埃及的时候 抬举他们 用大能的手 领他们出来 又在旷野容忍他们 约有四十年 既灭了迦南地七族的人 就把那地分给他们为业 此后给他们设立世事 约有四百五十年 直到先知撒姆尔的时候 后来他们求一个王 神就将变亚敏支派中 基氏的儿子扫罗 给他们做王四十年 既废了扫罗 就寻立大卫做他们的王 又为他做见证说 我寻得耶稀的儿子大卫 他是合我心意的人 凡是要遵循我的旨意 从这人的后裔中 神已经照着所应许的 为以色列人立了一位救主 就是耶稣 在他没有出来一线 约翰向以色列众民宣讲 悔改的洗礼 约翰将行进他的城途说 你们以为我是谁 我不是基督 只是有一位在我以后来的 我姐他脚上的鞋带 也是不配的 弟兄们 亚伯拉罕的子孙 和你们中间敬畏神的人啊 这旧式的道 是传给我们的 耶鲁撒冷居住的人 和他们的官长 因为不认识基督 也不明白 每安息日所读众先知的书 就把基督定了死罪 正应了先知的预言 虽然查不出 他有当死的罪来 还是求比拉多杀他 既成就了经上指着 他所记的一切话 就把他从木头上取下来 放在坟墓里 神却叫他从死里复活 那从加利利 同他上耶鲁撒冷的人 多日看见他 这些人如今在民间 是他的见证 我们也报好信息给你们 就是那应许祖宗的话 神已经向我们 这座儿女的应验 叫耶稣复活了 正如诗篇第二篇上 记者说 你是我的儿子 我今日生你 论到神 叫他从死里复活 不再归于朽坏 就这样说 我必将所应许大魏 那圣洁可靠的恩典 赐给你们 又有一篇上说 你必不叫你的圣者 见朽坏 大魏在世的时候 遵行了神的旨意 就睡了 归到他祖宗那里 一见朽坏 唯独神所复活的 他并未见朽坏 所以弟兄们 你们当晓得 赦罪的道 是由这人 传给你们的 你们靠摩西的律法 在一切不得称义的事上 信靠这人 就都得称义了 所以 你们勿要小心 免得先知书上 所说的 临到你们 主说 你们这清慢的人 要观看 要惊奇 要灭亡 因为在你们的时候 我行一件事 所以有人告诉你们 你们总是不信 他们出会堂的时候 众人请他们 到下安息日 再讲这话给他们听 赞会以后 犹太人 和敬前 敬犹太教的人 多有跟从保罗 巴拿巴的 二人对他们讲道 劝他们 不要恒久在神的恩中 到下安息日 合成的人 几乎都来聚集 要听神的道 但犹太人 看见人这样多 就满心极度 硬拨保罗 所说的话 并且毁谤 保罗和巴拿巴 放胆说 神的道 先讲给你们 原是应当的 只因你们 弃绝这道 断定自己不配得永生 我们就转向外邦人去 因为主 曾这样吩咐我们说 我已经立你 做外邦人的光 叫你施行救恩 直到地级 外邦人听见这话 就欢喜了 赞美神的道 凡预定得永生的人 都信了 于是主的道 传遍了那一带地方 但犹太人 挑唆 前进尊贵的妇女 和城内有名望的人 逼迫保罗 巴拿巴 将他们赶出境外 二人对着众人 跺下脚上的尘土 就往以歌念去了 门徒满心喜乐 又被圣灵充满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